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又來到S1的賽馬日 在星期日,沙田日賽期間會夾雜一場日本的一級賽安田紀念賽 是考1600米的,2點40分開跑 1號法路茶座,128磅一檔,福永有一騎,掘雙韓馬房 這匹馬其實一直以來跑了11次馬 6V拿了,但這6V全部都是在泥地拿的 他沒試過在草地有任何好的表現 他試過跑草地,但一般的 不知是屠程問題還是場地適應性 但他跑泥地的1600米是2勝1級賽 今次過來轉場試試跑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你好,陳年尾酒,128磅二檔,岸田幫內騎 藤原英潮馬房 這匹馬最近那一場,我相信大家在3月的時候應該都有看到 杜拜草地大賽,1級賽 最後差一點,很接近地輸了第三 因為前面那兩隻平頭,其中一隻都是日本馬半初之海 他那第三其實一點都不失禮 因為其實是他直路透出先 然後被人家沖洗過,拍著拍照拍輸 但今次我的二檔,會不會能夠憑級數在這場反 3號落桃園,123磅三檔,道門內騎,達野太茲馬房 這匹馬最近就在高松宮道跑了 跑了第二回來的,當時是岸田望內騎 之前其實都在3級賽1400米都贏過馬 他曾經在去年的時候都已經贏過一場1600米的3級賽 那證明這匹馬其實可能1600米會不會更合發揮呢 野田小子,128磅四檔,村田障瓦騎,安田龍行馬房 這匹馬跑八場,已經有三鞭,兩個第三,四歲馬來的 表現時好時壞,怎麽說呢 他上年的3月跑離身上,跑得頗好 然後一上二千堅離,馬上不行 然後縮下來,去G2跑,又OK 然後再在上年年尾11月的時候跑一場一里冠軍賽 都上到名,但剛剛最近在2月復出的時候 跑一場中山紀念賽,一場二級賽跑1800米就跑得比較差 會不會這隻馬真的現在跑1600米或以下的賽事會好些呢 會不會其實1800米對他都有點辛苦呢 好森林,128磅五檔,板井流星騎,始作花園馬房 這匹馬最近四月的時候就跑了一場G2動埋杯,是1600米來的 跑到第二,輸給一隻叫神智勇俊的馬 其實他回到來都是輸半個身位而已 當時其實他都已經算是熱滿之一來的 他上年的時候就在G2版神杯1400米出擊,都上到名的 但今年復出的時候,在東京新聞杯那場是跑得比較差 上一場叫做宴峰的真身,會不會有狀態而這樣推進到之後 今場來說,狀態會比上次更加好呢 我空手道,118磅六檔,管源明良騎,達野太子馬房 這匹馬其實都沒有怎樣停換過 上年9月跑完,今年1月復出,先跑一場表列賽 然後再上來2月就去吸制賽跑 那頭兩場呢,2月跑的時候都OK的 在G3,G2那些1600米,1800米都上到名的 但剛剛最近4月的時候,在獨賣杯,跑得比較差一點回來 他的跑法其實就沒有太大特別 但他最後輸頭馬都幾遠 輸了差不多4個幾馬位,差不多5個馬位 他跑在中間跑 上一場對我來說,這匹馬是比較失望一點的 因為,但是看回他整個過程 他最後一場跟對手有點冰冰冰冰撞 可能這匹馬一而失望了,就導致最後跑得比較差 那會不會今場如果可以自己順利利地跑 會有些好的成績呢? 7號,換髮煙紅,123磅七檔,武風騎,牧村折野馬房 那這匹馬最近呢,由9月到5月,短短跑了4次馬 這麽長的日子裏面 但他不是飛冠就即亞,應該是飛亞即冠吧 因為為什麽這樣說呢? 他上年9月跑了一場G3,贏完 然後10月再跑 是秋華想跑得不錯的,跑了亞軍回來 那之後呢,就不跑了 就休息 就是休息到今年2月,一場東京新聞盃復出 立即上名,立即入轎 都幾接近的輸少少 那最近5月,就跑了一場維多利亞一里塞 都是1600米,跑了第二回來 那他輸就輸兩個馬位 那會不會反映到其實這匹馬 近期的狀態一直在提升著,今場的有力爭冠呢? 8號幻中黑豹,128磅白檔 田邊如順騎,九寶田貴士馬房 那這匹馬呢,由上年的6月開始 到今年2月,跑了4場馬 未輸過 那這4場馬當中,裡面有3場呢 是一些普通賽事,班制賽 一折馬賽,兩折馬賽,三折馬賽 這些比較普通的賽事 但留意一下,他這幾場其實贏的距離 不是特別遠的,特別厲害的 但是,他隔了大約4個月沒有跑 今年2月復出,這匹馬好像脫胎換骨 更加厲害那樣 是一場三級賽,直接跳上去跑三級賽 是贏的 還要是外檔,殺一檔贏 林拉屎,一條直路過了你 那你說,是不是對手弱啊? 其實看回,這場也有跑,空手道,換髮煙熊 你是不是弱啊?其實又不是弱得了 但他能夠拋得差不多2個馬位贏 而且這隻馬重要的跑法是 在後面這樣,一條直路殺上來 那我覺得這隻馬的進步來講 都比我想像中大 而且我覺得這場來講 可能有些實力馬的狀態不是那麼好 又或者出過去外面跑完 回來未必那麼好狀態之下 那會不會他是主要的真性分子呢? 速度大絲,128磅9檔 你沒有話騎 手寵桂金馬房 那這匹馬呢 我相信原本日本當地馬房 都對他很大期望 但是上場 在杜拜草的大賽 真的跑得比較差一點 反而另外那兩隻日本馬 跑得比他好 想不到回來只有第八 原本以為應該 之前輸給什麼放聲歡呼 又可以在那些二級賽 一級賽上年安田紀念 MHK也是上年你贏 上年安田紀念又跑得到第三 這些那麼高級數的賽事 都跑得那麼好 應該會有好表現 想不到上場跑得比較差一點 那去了外面 周居勞頓一輪 回來日本 休息一個多兩個月 來到今場拍安田紀念 那究竟狀態是怎樣 是一個疑問來的 因為始終你出去跑 坐飛機回來 中間你完全沒有任何復出賽事 加上 雖然當然他做好來跑 但是狀態是不是十足呢 這個是有點疑點的 10號 杜海豪奪 118磅10當 行英明騎 西田和秀馬房 那這匹馬呢 最近都是一樣 在毒賣杯跑了 跑了第五回來 叫做比較接近一點 輸得不是太遠 四個馬位左右 跑第五 那他前一章都是贏一些表列賽 他之前也曾經試過上 這三級賽道跑的大跑比較差 但是他主要跑的圖程 都在1600至1800米中距離賽事 那麼他在這個路程 其實已經拿過四輪的了 但是當然啦 那四輪是不是 這些那麼高水準的賽事要拿呢 當然不是啦 那今年其實他有頭馬交出來的 但是在比較低水準的賽事都交了 那這場 對他來說 級數上 會不會真的差一點呢 11號 哥德教堂 128磅11當 護棋歸泰騎 慈天航馬房 那這匹馬呢 在去年呢 就很好成績的 在這三級賽道連環 又上名又贏 但是當 一上到去跑那一級賽的時候呢 表現就比較失望了 然後自從那一場失望完之後呢 今年復出兩場都跑得比較差 在這三級賽道 已經是跑他擅長的1600米 但是 對我覺得來講都比較差一點 那當然啦 這兩場 會不會是那些復出賽 純粹是提升狀態 今場才是棄育呢 那 一定是有這樣的想法的 但是這匹馬 暫時在一級賽道 好像有級數 沒有多少證明 13號前人足跡 一幣13磅13檔 遲之謙一騎 臨切馬房 那 這匹馬呢 在 這個場地 其實都跑過五次 拿到兩win兩翹 反映到其實這匹馬 對於這個場地熟悉之外 都可能挺擅長跑這個場地 那他最近在二月呢 就 出了一負 贏了一場GV 那大約有1300米左右 1300至1400米左右 因為是1351米的賽事來的 那贏完之後回來日本 五月的時候 早兩個禮拜左右 做了一個復出賽 那叫做輸得不是太遠 跑第五回來 在圍多利亞一里賽 那 復出完 那狀態一定有所提升的了 而且他都是四歲 買者都比較年輕 那會不會今場是可以有更加好的發揮呢 十四號神之勇俊 128磅 十四檔 崩中進騎 池江泰仇馬房 那這匹馬呢 最近四場 都是跑1600米 四場是贏了的 跟剛才一樣 又是那些一節馬賽 兩節馬賽 三節馬賽 但是不同的地方 是剛剛 之前那隻呢 是直接跳去跑三級賽 他更厲害 他直接跳去跑二級賽 都贏 還要是贏半個身位 還要是贏的好心臨啊 這堆馬 那反映到這匹馬 會不會真的越來越進步 其實質素一度都被人低估了呢 其實都可能是因為剛剛開始起 他沒有跑三水系列賽 剛剛開始起的時候 那就跟你們來跑咯 那我覺得這匹馬呢 今場來講 機會都不錯的 5號 瘦日小島 119磅15檔 藤江游戒騎 中內田中正馬房 那這匹馬呢 最近呢 在一場 招入杯兩歲賽的時候呢 就跑了一場 但是入到名字 叫做上屋Q 那但是 在上一場NHK呢 去到三歲的時候 跟那些同齡馬跑呢 都很好啊 跑得到第四 叫做 輸給野田赤奇啊 摩天獵戶啊 寸不命夢這堆馬 那當時的輸的身位呢 都是在輸著兩個馬位而已 但是呢 上場其實 他是大熱門來的 那 上場 這樣會不會因為 格德太久沒有跑了 復出狀態未夠 而導致他的表現 可能差一點點呢 會不會跑人一場 今場的狀態會更加好 更加厲害呢 那我覺得這匹馬 其實質素就不需要懷疑了 三歲馬仔 兩歲已經可以 跟那些 一級賽招入杯的話 其實這些馬都不會差的 而且他三歲來到 三歲的時候 再跑呢 都跑得不差 其實上場 我覺得不算太失望著的 那 所以我覺得 這匹馬今場呢 是其中一隻 爭勝分子之一來的 六號 拉丁城市 123磅16檔 橫山武士騎 松下武士馬房 那這匹馬其實應該 大家有看開日本越洋賽事 都聽不少他的名字了 他們也來過香港跑 跑浪琴 短逃杯 跑第二回來 跑完這場 就回到日本跑高松宮 跑到第六 叫做可能場地不太巧跑 最近也在維多利亞一里賽道跑 上市上來跳 上來跑到1,6米 咦 不錯 跑到第3 那我覺得這匹馬呢 現在5歲 都只不過是 那我覺得作戰經驗 比有些馬更豐富一點 很多都是4歲馬 那會不會 憑著這樣復一復出 上場的狀態 告訴大家 應該都來得很好 今場可能會再推高一點 那會不會在這場 有機會拿到一級賽呢 17號戰武者 128磅17檔 連丹雲劇 刺雖然馬房 那這匹馬呢 近乎是連丹雲的私家車來的 跑了大賽都是找他的 他來香港那場跑得好地地 他回到日本復出 真的跑高松宮 跑1200米 你很難搞 這匹馬其實都跳到上去 跑2000啊 1600 1800 縮回來1200米 都跟不到步速 完全都 那所以我覺得上場 你都不需要怎樣計算 我覺得 那回來跑第15名 是沒有一口飛的了 那會不會其實 依靠上一場 你當 好像香港的馬鞋師傅集 叫做是初摧的狀態 今場去一些自己擅長的路程 1600米 先來出擊呢 18號日照飛進 128磅18檔 遠田公街騎 中將二中馬房 那這匹馬呢 最近的成績不是第二 是第一 不是第一是第三 都沒脫過頭三名 由去年10月開始 那今年1月 其實他沒有休息期的 他上年12月跑完 繼續1月就已經跑了 跑一場三級賽 第三名 3月再跑一場三級賽 第二名 上場1年1級賽 終於贏到馬了 那會不會 場地影響到賽果呢 會不會是他很適合跑黏地 而一些主要對手對黏地有影響 導致他可能又贏到馬呢 那這個都 還有一些傷確的 不過 他都不是贏很多 贏少少 但起碼反映到他 有一級賽的實力 那 那 這隻馬呢其實就沒試過 試過 跑一次1600 但沒試過任何上名的 這場1600米 那這次 過來 千六再試啦 會不會憑著 勇勢狀態 搭舊 因為這組馬其實幾多日 馬狀態都差一點 會不會憑這件事 可以在這場1600米有驚喜的表現呢 那這場1600米一級賽呢 其實雲集了幾多 大家都熟口熟面的馬 那有些是小劍 一些新進一些的馬 那我的推介呢 其實就已經 那 不是執中於 那些馬的 本身實力 而是狀態 近期的表現 這個很重要 有很多馬其實可能是 剛剛選這場復出 或者是 復出第一場 復出了一場 然後到這場 但是其實 有些馬已經跑到 火紅火綠 已經狀態 已經離開了 再跟你跑 那變相這件事 就已經是 差天共地 很大分別 那我首先選 就會選 8號 橫中黑炮 為何會選他呢 首先他1600米很準的 他跑了最近 他跑了4次1600米 是幾乎 幾乎 幾乎 那 那 這個其一 其二就是最近 剛剛 就在 級制賽中 拿到 頭馬 那當然啦 他在上天的三歲系列賽 就可能差一點 日本二千堅里 那之後就 立刻 輸了不行了 那由頭來過 那由一折馬賽 開始做起 那一路贏上來 然後直接跳上來 跑三級賽 而在這場三級賽裏 一樣是招贏 那會發現 其實他進步都幾大 那我覺得今場 如果計算1600米的成績 那當然啦 你不會計算一些 比較 老牌一些的 馬 但是我覺得近期 如果計算的狀態 那樣東西呢 我會選擇今場做首選 那再來我就會選7號 換髮煙熊 那 的而且確 他跑了1600米 一樣都是這麼穩定的 他多數跑了1600米 都能夠 上名 又或者贏 跑了四局 都沒有掉過頭三名 那我覺得 這些馬那麼準成 加上年輕 四歲 即是講年輕 這件事 就是講體力 我又沒有搭過飛機出去跑 我在全程都在日本和你跑 最近剛剛5月 又跑完一場 G1 都能夠入到Q 那這場都是G1而已 大家都要對 四歲以上的馬 那分別在哪裏呢 那上場能開 只是貼馬 那今場有些紅馬 但是我覺得葉黑馬的狀態和實力呢 我覺得都是有機會在今場呢 爭灌的 那再來呢 就會選擇 14號 那 那 選擇14號的 原因呢 和剛才呢 有些不同 有些分別的就是 他其實比8號有一個更加厲害的地方 就是 他能夠獨賣杯 即是二級賽直接贏到 他也是那些三節馬一節馬這樣跳上來 直接就可以在一場二級賽贏到 那 其實反映到一匹馬都幾厲害的 在後面這樣追上來 但是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 這匹四歲馬這樣贏完之後呢 他的隔的日數呢 就相對比較短些 那 剛才8號 橫中黑豹呢 就隔長些 因為始終 你是由低班賽事走上來 而你贏的距離 其實不是說真的十分輕鬆 贏了半個身位 當然證明了你的實力 但是會不會用力多了 其實可能要多一點回 當然其實他也有一個月會起 會起期的 那 橫中黑豹其實更多些 不會三個月左右 那 變相我覺得有三個月的休息期 對這些 後山馬 側身馬 可以吸收多些的話 所以我會先橫中黑豹 而他是放在第三選 不是放在 投選 或者第二選 那他一樣 其實他跑了四次 二千六米都沒有輸過的 都贏了 他也是厲害的 我覺得他真的 在年輕的批來講 有機會上到位 那 再來就是要一隻15號 10日小島 那 我覺得這匹馬 厲害的地方 在於 其實他兩歲已經跟 升局在望跑 升局在望 去到什麼地 什麼成績 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 剛剛最近 五月頭的時候 還跑了NHK三歲賽 那一場 我覺得 跑第四 我為什麼說可以接受 因為他其實隔了幾久 沒有跑 他隔了五個月沒有跑 12月跑完 招入杯 輸了給聖局在望 之後他已經收了不跑 中間是一場三歲馬 賽事都沒有跑過 直接再去排NHK 那我覺得上次的復出 真的當他復出 雖然是大熱島做的 上一場 大家都知道他輸了聖局在望 聖局在望 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打算這樣計算是大熱門 那我覺得 我上次都應該有推介 有說到這一點 就是他作這場做復出 那會不會就是這樣而差一點呢 那到最後真的差一點 那這樣排人一水 會不會這場狀態 再提升了 這次才是主要出擊目標呢 我覺得也有很大的機會 那如果這場不是 揹飛做熱門的話 我覺得真的值得可以搏一下他WIN 那再來我就會選日照飛進的 這隻六歲馬 竟然可以在上場高重攻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特地的關係 而導致他有機會 這樣偷雞成功 還是本身 其實他一向都有 吸制賽的實力 還是去到六歲之後 才突然間 那些慈熟馬 才突然再進步 有醒覺呢 這個就是大家都 不太知道 因為他是屬於 循序漸進 他一月跑一次 跑第三 三月跑一次 他又跑第二 然後最近剛剛那次 就贏了 但是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就是他未試過 在1600米上名 他有試過跑 當然啦 不是這個歲數跑 再年輕一點的時候跑 那 會不會現在 反而跑1600米 適合過以前去試呢 那憑著他勇態 會不會憑其他馬狀態 那樣東西 不是那麼好 那麼fit的時候 他能夠憑著這個勇勢 憑著這個一級賽的投行 來到這一場 可以幫他來多一場 一級賽冠軍 那我最後就當然選 大家都熟悉的啦 速度大C啦 那其實理論上 為什麼會選他呢 其實我對他的期望 其實本身都不是低的 我真的沒想過 上次會那麼失望 在杜拜草地大賽 我不知道是馬 真的對場地環境不適應啊 還是真的不夠跑 因為他在日本呢 對著這些對手呢 那些對手 完全跟他無法爬 那樣的 他話畢都對著那些 放聲歡呼 野田賢君 前人足跡這些馬 你過到他竟然輸給陳年美走 本初之海 唉 雖然上場真的頭都痛 還看得到 那不要緊啦 那跑完那場回來了 那會不會回到日本 的發揮又會不同呢 那所以變相 我覺得他實力上 我不會懷疑的啦 但是純粹是 擔心他坐完飛機 出了一次跑 好啦 比較差會不會 其實狀態低落了呢 那 但是我覺得他有實力 那我也要拖著他啦 那我今場的推介呢 就有6隻馬 因為始終跑了18隻馬 會選多一點的 那我的推介就是 8號、7號 14號、15號 18號和9號的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的話 可以按一按訂閱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的話 儘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馬上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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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